羅家聰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一名驚人》 標題為《銀行倒閉和經濟衰退的到來》 當市場對就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和CPI等 強於預期的美國經濟數據感到驚訝時 直谷銀行發生的擠提事件導致其崩潰 據有諷刺意味的是一些分析師是基於加息的論點來推薦銀行股的 事實證明這些股票的價格暴跌 他們似乎天真到不知道銀行是怎樣賺錢的 從結構上來說銀行借短太長 長期的不斷落發的收益率曲線倒掛 表明銀行是輸家 儘管現在銀行的利潤主要依靠手續費收入 但他們的客戶通過利用持有較長期限 定期產品的回報來賺錢 如果好像最近這樣 短期的回報率特別高 客戶就會持有現金 而銀行就沒有空間從手續費收入中獲利 鑑於銀行和客戶的利潤相關聯 自營交易、出售債券等 可能是不受長短債收益率差距影響的 唯一重要收入來源 但這樣通常只佔總收入的一小部分 由於銀行的利潤率 和長短收益率差距成正比 後者應該和銀行擠提 或者破產的嚴重程度成反比 從理論上講 這不是簡單的關聯 而是一種因果關係 然而收益率差距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因為這樣只反映了利潤率 也就是從每一美元交易中賺取的金額 只要業務量能夠抵消利率的下降 數量的增加抵消了價格的下降 銀行的收益就可能仍然增長 銀行股價就可能表現良好 但是收益率曲線最近一直在深度度掛 說這種價格利潤率帶來的影響 是不是會超過數量的影響 業務量是一個經驗問題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看看銀行倒閉 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列出的總資產 並將它和長短期收益率差距 一起繪製成圖表 副圖顯示了這一點 收益率差距軸 左邊的藍色是倒置的 右邊的紅色對數軸 顯示了所涉及的資產 每個紅條代表一間銀行的倒閉 紅條越密 說明該時期的倒閉越頻繁 一個簡單的比較表明 收益率差距是銀行倒閉的一個預測因素 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差距是指 從收益率差距縮小到業務的下降 因此利潤收縮 然後最後到破產的時間 這樣的時間差是不穩定的 會因為其他因素而變化 今次不同 因為加息的速度 比過去40年的任何加息週期 都要快得多 這樣令到短期收益率飆升的速度異常快 銀行倒閉也會更快發生 收益率差距在2022年5月達到最大 之後在縮窄 2022年5月之後的一年半 是2023年的秋季 如果銀行倒閉提前發生 我們會在未來幾個月看到它 本文編譯字 Bank failures and Recession Ahead 原文刊在英文大紀元